日正鄉農會特別聘請嘉義大學的教授 以及花蓮農改廠 農糧署 縣府等專業人員 分別就形狀 大小 風味的項目 來評比文旦佑的品質 細節包含形狀 大小 重量 外觀 色澤 肉質 風味 果皮厚度 種子數 糖度跟酸度都會列入考量 結果評審團總召集人說 一百零二年日正的文旦佑 可以說品質水損是歷屆之最 我們這裡的這一個文旦 以歷年我到這邊來的感覺 今年的品質算是非常不錯的一年 果實的外觀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雖然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 每年都辦一文旦衣服品件比賽 那今年的品質 聽老師說 那往常是好的大概在五六成 其實從這一屆 文旦佑評鑑 可以看出原住民族的幼農 並不踴躍 只有五位阿梅 所為農民參賽 最後五位都沒有得獎 其他當地居民說 主要是忙於採收文旦佑 及銷售 所謂五星參賽 雖然沒參賽 但是對自己種植的文旦佑 是非常有信心 參賽者說 這一次沒有得獎沒關係 加強自己可以進步的地方 下次再來參賽 如何種植出品質宴良的文旦佑 可是一門大學問 近年來就連花蓮的文旦佑農們 都不斷參加各項農業技術的研習 來進修 可見競爭是激烈 各家農戶都嚴格要求 要種出一等一的文旦佑 記者發誤 花蓮瑞水採訪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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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